明太祖朱元璋我只要一个响指,大明能少一半人 幼时放牛,少时做和尚,青年时乞讨,壮年时造反,终年时当皇帝 这位亲手缔造了大明帝国的男人,爱好何兴趣,可谓是数不胜数 但朱元璋的众多副业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喜欢杀人 这倒不是说朱元璋是变态杀人狂,他杀人是有原因的 而这个原因又要涉及到朱元璋的另外一个爱好,那就是反腐 穷人出身的朱元璋恨极了贪官污吏,当了皇帝之后 他苍蝇老虎一起打,发动四起反腐斗争,分别是空硬案 官员们搞虚假文书和空投文件,涉案处死人员共计三万人左右 胡卫庸案,权倾朝野的丞相贪污腐败并且意图谋反 涉案处死人员共计三万五千人左右 郭恒案,户布侍郎贪污腐败,涉案处死人员共计两万五千人左右 蓝玉案,当朝大将军贪污腐败并且意图谋反 涉案处死人员共计一万五千人左右 而这仅仅是朱元璋在位期间反贪斗争的冰山一脚罢了 总的来说,朱元璋同志在位三十一年里 每天早上起来,如果不杀他个二三十人,浑身就不自在 建文帝朱运文,拳打南山敬老院,脚踢各地老藩王 这位堪称是大名第一简落王的朱运文 因为父亲朱彪的粗然离世,自己仍在家中做,皇位听上来 虽然很快被别有用心的叔叔朱迪从皇位上扒拉下来了 但朱运文短暂的皇帝生涯中,他殴打长辈的爱好不得不提 朱元璋没有立自己任何一个儿子当皇帝 而是把皇位送给了自己的孙子 他的这些儿子窝着一肚子火在各地救人藩王 本来就已经很不高兴了 没想到这位侄子刚于上位,就开始对这帮叔叔们进行殴打 下面是朱运文的殴打长辈记录 朱王朱素被贬为树人 齐王朱福被贬为树人,软禁在南京 戴王朱贵被贬为树人,被软禁在大同 湘王朱柏被贬为树人,后自焚而死 敏王朱扁被贬为树人,流放张州 戴王叔叔们被朱运文按在地上摩擦一顿后束手待毙 但燕王朱迪是个狠人 起兵造反,三下五除二收拾了自己这个不尊重老人的侄子 却而代之做了新皇 名城组朱迪,说走咱就走呀 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老爸朱元璋定下的首都南京 朱迪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睡也睡不好,玩也玩不好 连吃饭也不香了 更重要的是,他现在连屁股底下坐的这个皇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朱运文手里抢过来的 如果不迁都,朱迪的皇位将永远眠不正,言不顺 于是痛变完侄子朱运文小朋友,朱迪搞起了自己的副业,迁都 他把明朝的首都从南京搬到了北京,搞了一次浩浩荡荡的大搬家 由此,中国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重心完成一次由南向北的转移 北京也再度站到中国历史舞台的正中央 名人宗,朱高赤,俺要回南京,北京俺出不惯 父亲朱迪用武力胁迫的方式让满朝文武屈服 明朝政权一股脑从南京移动到了北京 但朱迪一死,新皇帝朱高赤就造反了 他专门喜欢,和父亲对着干 朱迪处死和打击报复过很多朱运文的官员亲戚 朱高赤大都进行了沉渊昭雪的平反工作 朱迪喜欢南征北战,四处起兵战士 朱高赤偏偏不许打仗,整天就是发展民生,休养生息 朱迪答应老朱迦世世代代资助郑和下西洋 当郑和找到朱高赤,朱高赤只告诉了他三个字,别去了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是,朱高赤宣布他要把都城搬回南京 不过计划没等实施,自己就先撬辫子了 明宣宗朱瞻机,开门开门,皇帝查房 朱高赤没有完成搬家回南京的计划 他的儿子朱瞻机即位后,也没有替父亲搬家搬完 因为朱瞻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那就是扫黄 这是因为当时的明朝场景也实在是太过发达 可谓是三部一个KTV,五部一个夜总会 大明朝的达官显贵们只要一个班 就全都钻进这些黄色窝点进行消费 于是朱瞻机开始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扫黄行动 成果如下 北京三分之二的妓院遭到查封倒闭 南京三分之二的妓院全部关门歇业 全国13个省份的绝大部分妓院均停业整顿 同时朱瞻机颁布了明朝律史上最严格的 嫖娼行政处罚规定 内容如下 官员嫖娼直接双开 开除官籍和公职并且并不录用 书生世子如果参与嫖娼 取消高考成绩永不录用 但看似足有成效的扫黄行动 其实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官员们从妓院嫖娼创造性的改成了在家里嫖娼 嫖娼的人不仅没有变少 而且成倍增长 到明朝中期 明朝长进夜所产生的GDP 甚至可以支撑大明国库的半壁江山 明宗朱祁镇 我劝诸位没有金刚钻 别懒此起活啊 朱祁镇同志是大明历史上 第一个宠系宦官的皇帝 也是他让宦官专权 在明朝开了先河 在朱祁镇眼里 天下地大 大明最大 爹亲娘亲 王震最亲 王震就是他最宠信的太监 他对这位太监的话 几乎是言听计从 听到什么程度 北原的蒙古老弟 滋扰边境 然后大举入侵 王震居然劝朱祁镇 欲驾亲征 朱祁镇二话没说 买了当晚的卧铺票 带着20万大军 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 结果是 朱祁镇大连的大明军队 在土木堡 经河北省淮来县 被蒙古军 打了一个屁滚尿流 自己也被蒙古人扣下了 名代宗朱祁玉 闲定一个小目标 比方说 先赚他一个亿 朱祁镇虽然被抓走了 但是大明王朝 不能一日没有君王 这让朱祁镇 同父异母的弟弟 捡了个大便宜 朱祁玉成了 此境成心的主任 当了皇帝没几天 他开始替自己的弟弟 收拾烂摊子 其中包括 任用文臣于谦 力挽狂烂 大赢北京保卫战 发展经济 全国各地推行节约 一天攒下一块钱 向成为大明首富的 小目标进发 这里水患 哪发洪水 我去哪 我是抗洪小镖兵 镇压起义 不听话想造反的少数民族 统统抓起来大屁股 历经屠治的朱祁玉 可以说是大明王朝中 最正常的皇帝了 明显中朱建深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全都要 按说朱建深当了皇帝 天下基本上都是他的了 但这个小农思想的皇帝 并不这么想 他设立一个独特的机构 这个机构名字叫做黄庄 黄庄黄庄 字面意思翻译过来 就是皇帝的庄园 这块土地肥沃 行挺好收归国有 那块田野开阔 行挺好收归国有 朱建深就像一个 拿着收归国有印章的孩子一样 放眼大明江山 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 他一定要扣一个章才行 名校宗朱又唐 一个爱妻子的发明家 古代男人 大都三妻四妾 皇帝更是后宫家里无数 唐玄宗和晋武帝 两位皇帝的后宫家起来 足有两个整编师 这种行径放在今天固然可耻 但是在古代 却是极为正常的现象 但我们的朱又唐大哥 却创造了一项记录 他的一生只有一个女人 作为皇帝 他痴情不宜 十分专一 作为普通人 他是古代 一妻一夫制度的 忠实践行者 他没有宫女服侍 也从来不纳妃子 每天只和自己 心爱的女人张皇后 同起同居 这让朱又唐 节约了大量的后宫生活世界 也正是因为如此 朱又唐利用这些省下来的时间 用短又硬的 朱宗配上植成的动物骨头 发明了世界历史上 第一把牙刷 那是在遥远的1498年 明武宗朱后照 请叫我 紫禁城夜店小王子 爱尔丸的朱后照 在紫禁城建立起一个堪称 明代天上人间娱乐会所的 休闲所在 暴房 暴房内吃喝玩乐 一应俱全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你玩不到的 朱后照的衣食住行 几乎全在暴房里 以至于当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大臣早上问 皇帝在哪 答 在暴房唱歌 大臣中午问 皇帝在哪 答 在暴房跳舞 大臣晚上问 皇帝在哪 答 在暴房唱歌跳舞 大臣 以至于最后这位皇帝 直接猝死在暴房 真可谓是 沉迷暴房一时爽 过度沉迷火葬场 明世宗 朱后聪 别勒我 别勒我 我喘不过气了 朱后聪堪称 整个明朝最神神叨叨的皇帝 不爱朝政爱修仙 以至于朝政很多大臣 十年都没见过皇帝一面 那朱后从平时都在干嘛呢 答案是 炼丹 这位大明帝国的统治者 迷信道教 养了一帮道士 来给他炼制仙丹 什么是仙丹 无非就是 朱砂 浮石 各种重金属 炼成一团的药丸 而药丸 等于药丸 这些平常人 吃了一点就会上头下泄的东西 朱后从一天三顿 当饭吃 晚上出来吃宵夜 也忘不了 吃吉利 当然 这些药丸里 还有一位非常关键的药物 处女的精血 处女的精血从哪来呢 答案是 来自宫里的宫女 朱后从每天虐待这帮宫女 赶上人家宫女生理期来 大姨妈 这位皇帝就会像变态一样 收集精血 然后炼到仙丹里吃下去 是的 你没看错 吃下去 这样的行为 让当时的宫女忍无可忍 于是 他们策划了一场刺杀皇帝的行动 虽然失败了 但是也险些让朱后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宫女勒死的皇帝 是的 只差那么 零点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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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机会 刺杀就成功了 当时的宫女打了一个不能寄紧的死结 事后 这些宫女 均被处死 让文住院天堂没有死结 明目宗 朱在济 沈虚是病 得治呀 朱后葱 喜欢炼丹药 而朱在济和父亲有着大致相同的爱好 他不爱炼丹 但是爱吃药 尤其是春药 皇帝爱女色 谁也挡不住 因为后宫里的妃子实在是太多了 朱在济每天泡在这堆红粉枯老里 逐渐导致身体力不从心 他出现一个当代社会大部分男性都会面临的问题 那就是沈虚 沈虚不仅会让这位皇位很没面子 而且还很影响他和后宫这帮家里的感情生活 他开始吃药 大把大把的吃药 他继承了父亲朱后葱的优良传统 那就是把药当饭吃 一天三顿 从不耽误 但春药不是互相挣气水 说吃一顿就吃一顿 说喝一瓶就喝一瓶 这玩意儿对身体的副作用很大 结果可想而知 朱在济不久之后一病不起 撒手人怀 名神宗主义军 我当皇帝我说了算 先给自己放28年的假 朱一军在位48年 是明朝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 但48年里 朱一军只上了20年的朝 导致当时的大臣在朝堂工作了一辈子 也不知道皇帝长什么样 剩下的28年 这位皇帝的人生只有四个大子 沉眠酒色 他在这边吃喝玩乐 那边努尔哈赤领导的女真部落已经崛起 朱一军调集大明精锐军需力量 和努尔哈赤打了一架 结果被努尔哈赤按在地上好一顿摩擦 他给大明王朝的子孙后代留下极大的安全隐患 堪称古代坑儿子坑孙子的典范 明光宗朱长洛 比啥啥不行 比惨第一名 朱长洛可以说是大明王朝历史上最惨的皇帝 为什么这么说 请看这位皇帝的个人履历 从小妈妈就被隔离 爸爸不喜欢他 青年时代 小妈郑贵妃千方百计地迫害他排挤他 到了太子后 被手拿棍棒的陌生人夜闯宅邸底陷险些受伤 做了皇帝仅十天之后 就一病不起 腹泻垃圾布置 最后被招摇撞骗的大臣 用一粒成分乱七八糟的猛药 直接送上了西天 而从朱长洛登基到驾崩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关于朱长洛的死因可以总结为 有病不去医院看病 找了个神问一顿纸 钱也花了 时间也耽误了 人也没了 年西宗朱尤孝 我觉得我上辈子就是一棵树 随着朱尤孝掌握大明证券 魏忠贤也随之登上历史舞台 之所以这位权倾朝野的二皇帝魏忠贤 能够过得如此顺风顺水 要得益于朱尤孝的一个小爱好 他喜欢做木匠活 这是一位不爱江山 爱刨木头的皇帝 朱尤孝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今天造木船 明天造木板 后天造木剑 这算是和木头干上了 粗略估计 朱尤孝的木匠水平 放在今天考课十级证书没问题 你可以说朱尤孝是一个好的劳动者 是个建筑师 是个艺术家 但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皇帝 因为他几乎一天皇帝该干的事情都没干过 宅男朱尤孝好不容易出趟门 坐上大船在湖上游览风景 一阵大风刮来 直接把船掀翻了 皇帝落水了 虽然救上来了 但是受到惊吓 自此郁郁寡欢 不久就归天了 明司宗朱尤孝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大明王朝终于迎来他的最后一任主人 或许大家更熟悉他另外一个名字 崇祯皇帝 崇祯看着被前辈们造得千疮百孔的 大明帝国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这位皇帝有能力 有理想 有报复 但偏偏没有运气 明神宗当年给他攒下的祸端 如今已经发展壮大 外有后京势力步步紧逼 内有黎民百姓纷纷造反 客观地说 只有建已经进到自己应该进的义户 那就是尽全力 让明朝的灭亡晚一点 再晚一点 所以这也是明朝十六位皇帝里 唯一没有爱好和父业的皇帝 一是他没时间 二是条件也不允许 如果非要让他拥有爱好的话 那就是1643年明朝覆灭 他自溢于眉山 这叫什么爱好 人生再世不称义 不如自卦都难知 当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崇祯皇帝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公开规定 公共场合布局洗烟的人 在这一点上 我们要为这位完美的皇帝鼓掌 我让你来到这里